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地面供电装置 这是天空端的箱子 打开箱子 这是绝缘手套 这是两用电池手扣 这是魔术贴绑带 这有两个螺丝刀 一个是3.0毫米 一个是2.5毫米 这个是一个背带 可以把它安装在 我们的地面供置 地面装置的背面 方便我们可以背着它来转移上地 这是一个手电筒 这是一个手电筒支架 在夜间作业的时候 我们可以 在装置 这里有一个支架 我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旋转扭进它 把支架装上 也是旋转扭进的 然后把手电筒打进去 手电筒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远光 一个是暴散 一个是场地光 等一片模式 首先我们打开 M350MG的原装电子锁扣拆下 将原理在这几杯的操作 放入 然后打开水平 然后打开天空关箱子 使用箱子中的2.5毫米螺丝刀 将M350MG的原装电子锁扣拆下 将M350MG的原装电子锁扣拆下 取出天空端箱子中的几载电源 还有两用电池锁扣 保证五元机电池电量在90%以上 在右侧电池与M350五元机之间 加装机载电源 拧紧新电池锁扣 接着 接下来我们将地面供电装置 正面朝上放在平打位置 翻开开关面板盖 将伸缩电源线全部拉出 然后接入220伏4电 或者柴油发电机 然后向上波动空气开关 给地面端系统供电 检查地面端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但是注意不要开启这个电源按钮 电源开关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电源开关 这是一个收线的按钮 然后再来看显示屏 这是电源的开关 还有收线的按钮的一个显示 然后这里有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功率 输出 输入电压 还有设置灯的开关 还有输出电压曲线 还有这是一个电缆的一个长度显示 还有这里有一个灯 这黄灯代表待机 红灯代表故障 绿灯代表工作 接下来我们戴上绝缘手套 有打开这个盖子 将线缆拉出5米左右 可以在这里显示屏 查看电缆的长度 在拉线的过程中 我们要牢记 不要把这个线打折 或者弯要 一定要直 然后将我们的细流电缆 接在这个机械电源的插口上面 接好之后 它会有卡位的一个声音 然后用我们的绑带 将电脑线绑在我们的脚载道 在催生我们的绑带 发现了绑紧之后 我们就启动无人机 检查无人机的状态是否正常 正常之后进行下一步 如有故障 则排除故障 后再进行下一步 我们将无人机缓慢起飞 至一定约2米的高度 然后我们开启电源按键 这个时候我们的显示屏 电源状态为开 状态指示灯为绿色 我们观察无人机的状态 无报错 无异常现象后 控制好无人机 以1米每秒的速度缓慢升空 到达目标的高度后 进入悬停的工作状态 我们这个装置的线缆 最长是105米 最高的飞行高度是100米 无人机作业结束降落前 我们按收线的按钮 然后控制无人机降落 无人机降落速度要略大于 自动收线的速度 约每米一秒 在无人机离地10米内 连时地面端系统关闭收线 在无人机离地约5米以内 我们手动关闭电源 然后控制无人机降落 然后我们按一下收线按钮 这时候线缆就会自动的收回 在达到收回到一定的长度以内 我们关闭自动收线 来到侧边 走动收线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 自动收线收回来时 必须非常大会 盘 然后接着会造成损害 好了 放回去盖好盖子 然后关闭 空气开关 然后我们拔掉电源 轻轻地拉一下 它就自动收回 再关上盖子 再关上盖子 分成继续水 然后搬开 车子 再关上盖子 浢子 又没关上盖子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